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什么呢 一个核心一定是要促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因为中俄关系真的是没有禁忌 没有上线 也不分领域 叫全方位的更好的发展 所以永远是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普京通杨洁篪通了一个电话说现在俄中关系处于最好的时期 其实在过去几年每次评论中俄关系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到处于最好时期 但是还是会更好的 因为中俄之间的互信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合作领域无论是经济 军事 还有战略层面 真的是可以能够共同发生的地方太多了 关注这条新闻的有新加坡联合早报 还有香港01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世界日报和香港的新闻网也在关注俄中之间的互动 他们关注什么呢 俄中会不会结盟来对抗美国呢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回应了 说中俄确实是越走越近 关系是很好的 但其实中俄之间的关系是不需要结盟 我们不结盟 胜似结盟 而且现在的关系是什么 原来是背靠背 现在是既要背靠背 也要肩并肩 拉夫罗夫称 中俄合作模式可以解决双边问题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呢 也是非常赞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且呢 中俄关系绝对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的金融时报 今日俄罗斯 还有香港的明报 这是俄美之间的会晤啊 同样也是非常引发世界关注 现在有了准确的日子 还是个吉日了 你看看啊 616 顺 能不能顺利就要看他们最后谈的怎么样了 拜登在瑞士和普京会晤 瑞士首都日内吧 一般来说呢 像这样两个国家在第三国去搞会谈的话 这第三国最好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所以之前就说了 有可能是三个国家会入选 一个是瑞士 一个是奥地利 一个是芬兰 芬兰是最早出局的 因为曾经啊 特朗普和普京在芬兰见了个面 见了面怎么样呢 哇 特朗普对普京实在太好了 所以美国人呢 很烦愤的说 就在你们的地盘上 让我们的总统 像俄罗斯总统低头太多 因此最早出局了 其实我很想看看他们俩这个互动啊 因为以前呢 拜登见普京的时候 据说拜登很深情的凝望着普京的眼睛 然后说了一句话 我从你的眼睛里是看不到灵魂的 普京非常冷静的回答 彼此 彼此 多有戏剧性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卫星网 以及中国新闻网吧 这是一个老政治人物了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他也在谈俄美峰会 他说俄美关系始终是世界稳定的一个关键 这个观点其实是对的 因为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体量 实在是太大了 手里又有那么多的核弹头 所以呢 都希望俄美关系能够尽快的正常化 但是是不是能正常化呢 我觉得还挺难的 可以说是录足解长啊 再来看一下俄罗斯卫星网 以及香港电台 同样在关注美俄峰会谈什么呢 6月16号日子选的不错 能顺利吗 我说了 看他们到时候谈什么 这个肯定会谈啊 就是两国在军控等啊 是有商讨空间的 比如说战略稳定一定要有 但是俄罗斯方面有专家表示 并不期待普京和拜登的会晤呢 能够解决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 因为这问题实在是很复杂 而且呢 美俄之间是不得不合作呀 并不是说美国现在真心想对俄罗斯好 所以俄罗斯没有抱那么大的希望 去解除他们身上的制裁 而且其实俄罗斯面对西方制裁那么多年头 他们也有一种抗压能力了 我们再来关注参考消息 以及德国的媒体 这还是和俄美有关系 这就是北极啊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开了北极理事会的一个会议 那么其实大家都希望避免在北极出现一种情况 那就是不要军事化 可是不是说大家不希望出现就出现不了 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 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在北极呢搞的军事基地 或者其他和军事有关的动作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北极的确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你想想随着气候变暖 那么北极航道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前一年他也就几个星期能通航 现在呢这个通航的时间可能会乘以二 尤其前段时间啊 这苏伊士运河一堵河 大家就想哇走北极航道多好呀 没有海盗啊 不会堵船 然后呢这个距离还短 另外呢北极的啊 这种资源实在太丰富了 就是我们啊 已知的就是这个天然气啊 石油啊 还有稀土等有色金属 太诱人了 但是真的还是要远离军事化 我们再来关注澎湃香港的信报啊 以及这是耶路撒冷邮报 他们在关心什么呢 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中东啊 去啊 看看是不是解决巴以问题去了 他已经有承诺说要帮助加沙重建 这个事情挺好的 因为现在这个加沙的状况确实是比较差 给多少钱呢 你看占有一个三千二百万美元 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援助 还有一个五百五十万美元呢 是对加沙有一个紧急的援助 另外呢 还会向国会申请七千五百万美元 同样也是帮助巴勒斯坦 在一个进行恢复 看得出来美国有点像巴勒斯坦地橄榄着日子的意思啊 法官网等媒体关注到啥呀 就是布林肯他有表态 你看他还是再次强调要维护以色列的权利 什么权啊 自卫权 然后呢 要搞巴勒斯坦的重建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 还给了一些钱 除钱之外呢 宣布美国将重开驻伊路撒冷的领事馆 恢复和巴勒斯坦的联系 确实如果你一直指偏帮以色列 你是不可能解决巴以问题的 再来关注新华网 雅虎以及香港的文汇报 这和奥运会有关 随着奥运会越来越临近了 我们可能呢 会在很多的时候 都要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命运 的确确啊 命运多喘嘛 日本政府现在说了 美国已经提出了 国民啊 你们最好不要去日本旅行 但是呢 他们觉得这个对日旅行警告 不会影响奥运会的举办 而且美国方面也强调啊 这个旅行警告呢 只是给普通的国民 并不妨碍美国的运动员 去东京奥运会参赛 这也是肯定的 因为啊 这些运动员 他们的黄金生涯 实在是太短了 一等四年 哪儿等得到啊 所以还是要去参赛啊 但是注意安全 你看看 这件事情 美国呼吁国民 不要去日本啊 毕竟是盟友啊 所以重击 东京奥运会 可是真的要冒险 举办东京奥运会吗 真的有疑虑啊 你看看啊 香港的信报 以及文汇报都说了 现在有学者表示 东京奥运会 人潮 如果增百分之十 怎么样呢 东京单日 就会增1400确诊 东京哪有那么多重症床位啊 哪有那么多呼吸机啊 但是 如果不办呢 如果停办 经济损失呢 差不多是1284亿 这是港币 但学者还是说 一定要控制人流 另外也有说呢 如果真的停办啊 你这个损失比到时候 有很多很多很多 确诊病例增加 其实还是要小的 怎么抉择 就看日本政府了 美国的CNN 以及《大公报》 关注到的是 美国的疫情 美国这接种搞的 确实是不错啊 疫苗接种 现在有超过半成 一半的成年人 已经完成了接种 这一点 拜登真的比特朗普强多了 拜登承诺 在他上任多少天 要有多少人完成接种 他已经实现了 好 更多资讯 进入今天的国际速报 一起来看一下 韩国时报 韩联社 还有台湾旺报 都在关注啊 这韩国总统文在寅呢 从美国返回国内之后 其实我觉得 韩国各界的内心 都有一种坠坠不安啊 你看看 这个外长就强调了 朝鲜问题 台海问题 都需要和平解决 哎 然后呢 他们也要深化和中国 以及美国的经贸合作 为什么我说他们坠坠不安呢 你看啊 解释来了 韩联社和新加坡的 联合早报都在关注 这韩国的 有一个长官 他就说 一定要深化和中美的经贸合作 尤其强调 韩国和中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呃 所以呢 不要因为这一次啊 文在寅去美国 然后拿到了一些成果 而且呢 还谈到了 对中国来说 很敏感的问题 比如说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 但是其实韩国真的不敢和中国撕破脸呀 中国给韩国一颗定心丸啊 就说 欢迎韩国企业继续为加强经贸合作发挥作用 因为在两国关系当中呢 这经贸合作都是压仓石 再来关注一下 日经的中文网 还有香港01呢 就在看啊 日本这个产业界 它是怎么看日中关系的 日本啊 经产省说 应该和友好国家构建供应链 比如说美国呀 比如澳大利亚等等 但是和中国要维持适当的合作 哎 他们专门强调就是不要和中国硬生生 就脱钩 就断链 因为日本是真的长到过 和中国脱钩之后啊 那无法承受之重 对于经济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再来看一下 NHK等日本媒体 全球第一艘液态轻运输船亮相了 用于日本澳大利亚 他们的一个供应链 今后这个供应链的效率应该会更高一些 再来看香港01以及英国的路透社 美国的众议院又提出一个法案了 要应对和中国的竞争 一次比一次后啊 这次法案据说有470页之多啊 6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定案出来 到时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我们看这华盛顿优报 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哇 这个特朗普的日子最近不好过呀 你看华游说了 曼哈顿检察官已经召集大陪审团 也就意味着啊 对特朗普的刑事调查升级 召集大陪审团 基本上就说他们手中足够的料 来可以指控特朗普了 嗯 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的卫报 以及香港的信报 美国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啊 哇 真的是发生了好多起枪击案 好像至少13人死亡 可是德克萨斯州现在还准许公众 在一些公开的场合 没有排你也可以持枪 他们的理由是公众要拿枪自己保卫自己 但是对那些不持枪的民众来说 这样公平吗 这样岂不是危险更升级了吗 再来看路透社等媒体啊 美联储现在呢更接近讨论 开始缩减刺激 但是也说目前的经济还是需要支持的 所以呢 你要缩减 你也慢慢缩减 你别一下子猛抽 那对于经济来说 那也是一个打击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的新报 美国芯片业拨款很可能会催生10个行程厂 因为现在全球芯片荒是一个事实 再来关注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网 它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之前都说这石油美元啊 美元和石油之间是挂钩的 那么今后碳中和了 毕竟现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有30多个国家 已经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 那么碳中和之后 石油作为最著名的化石能源 它的作用会大大的下降 那今后和美元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 碳中和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在哪呢 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 以及英国的金融时报 这期接近就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达成协议呢 至少是15% 再来关注费加洛报 法国的媒体以及法官网 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白俄罗斯的反对派 参加七国集团的会议啊 这个反对派不是这次抓的这个 而是吉哈诺夫斯卡 是曾经在去年和鲁凯申科竞争总统席位的一个人 英国的路透社还有香港的信报 关注欧洲法院裁定英国是大量窃听 怎么了违反人权 俄罗斯卫星网以及英国的路透社 俄罗斯法院因为脸书 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删除违禁内容 对他们处以35万美元的罚款 再来看一下半岛电视台 以及香港的明报 伊朗公布了总统候选人的名单 前议长的意外是没有资格的 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前总统啊 内贾德强硬派他也没有资格 伊朗究竟由谁主动 其实对于伊朗和今后与世界的互动 还是很重要的 再来看路透社 伊朗官员对于核谈判呢 他是持比较乐观的看法 可是首席谈判代表的态度还是很谨慎 我觉得这条路还是挺难走的 那应该说是前路漫漫还是谨慎为上 再来关注韩国的中央日报啊 韩国的大学生啊 还挺爱理财的 有四分之一人都在投资加密货币 这类学生最多 那就是大四的学生快毕业了 而且男生投的比女生多 那可能啊 确实呢 还叫给女朋友买礼物 可是他们的下场怎么样 他们现在因为加密货币 这个价格是过山车 心情也变成了过山车 还有人呢 是非常的后悔 也有人是整天非常的沮丧 所以啊 以后不要乱投资 好好学习 这是学生的第一要务 香港的001 以及联合新闻网 都在关注银河 违珍银河太空船呢 近两年是首度完成了太空飞行 也是为明年这商业航班 来做了一个准备 看来今后最浪漫的事 也许就是咱俩一起上太空 约不约 好 广告之后 我继续为您读报 欢迎回来 关于中国的消息 进入今天的中华聚焦 我们一起了解 白开的新华网和环球网都关注啊 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呢 他是通过视频的方式 参加慕尼黑安全会与中国专场 而且发表了演讲 他演讲一个核心就是 中国的外交词典里 没有胁迫霸凌这样的词汇 我们都知道啊 中国是讲和为贵 而且中国的宪法里面都写了 中国要坚定的走和平的发展道路 所以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 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好 我们的外长就再次强调 我们不搞胁迫 也不搞霸凌 我们搞什么呢 哎 我们是搞合作的 所以王毅又说 中方认为合作是中欧关系的一个大方向 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 不要动不动就冷战思维 我们再来关注香港01 以及香港的经济日报 新西兰的外长 这个思维也够冷战那个意思的 你看他在警告说 有可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会恶化 所以呢 希望他们新西兰的这些企业做好准备 哎 我们外交部也是给他递了一个定心丸吧 说 哎 我们中国是非常希望和新西兰相向而行的 所以希望新西兰方面啊 好好想明白该怎么样和中国处关系 我们再来关注台海网以及香港的信报 美国的多用途支持舰呢 再次现身台海 你看啊 他是从台湾高雄出港 那他去干嘛去了 这个大峡谷二号呢 又是去给台独分子送信号去了 而且是错误的信号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这个这个台湾啊 驻日代表 谢长廷 他呢 前晚是邀请了美国驻日代表 到他的这个地方去聊了聊 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而且这个举动不寻常 我们再来关注啊 新闻云以及英国的美日邮报都说呢 台湾啊 刚才说了 还被美美点名了 因为呢 确诊这个数已经破了记录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全球其实2021年的确诊数就超过了2020年 尤其我们说这个台湾疫情 真的是从优等升变成了差升 怎么差呢 看看香港文汇报 台湾的中国时报都说 台湾民调就说了 一半的民众都说 这疫情失控根本不是天灾 就是人祸 赖谁啊 民进党当局呗 台东又报了两例 本岛最后的防线失守了 全台的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那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就说现在啊 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的这个支持率 已经大幅的下挫 再来关注一下文汇报 以及环球时报 还有德国的媒体啊 台北现在只剩20剂了 疫苗不够了 但台当局呢 对于中国大陆的疫苗 还是一个冷冷拒绝啊 所以呢 他们背弃的是道义 我觉得还得加一句 就是命灭的是人性 因为疫苗是去救台湾同胞命的 你这陈世忠也好 民进党当局也好 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干嘛 真的是草菅人命啊 再来看香港的经济日报 以及英国的路透社 美国情报界呢 现在在查疫情的源头 说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出自实验室 所以呢 没证据就别乱说话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时报 以及香港的民报 英国团体呢 下月要办一个维吾尔法庭 那么新疆就说 就是在乱扣帽子 而且呢 是颠倒黑白 想以为啊 这谎话说一百遍就成真的了 因为他们又要说 中国在进行种族灭绝 胡扯八道 再来看文汇报 香港的南华道报 还有大公报 这个报言女啊 是当年在香港这个乱局当中 她说自己被报言了 事搞得还挺大 其实是怎么回事啊 根本就是假的 根本就是骗人的 然后呢 她已经离开了香港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看这个医管局啊 包括这个给她法律援助的一些机构 一直也没有出来澄清 而且其实是助手为虐啊 所以他们是不是都在失职呢 好 更多的资讯进入今天的中华速报 来看香港的信报 还有经济日报啊 中国的发改委 促加强重要商品价格的调控 经济日报就在说 中国指价飞涨的 职场为什么还在频频的关门呢 因为进口纸浆太贵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电台 路透社 还有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 这关注到的是 中国最大的房屋中介公司贝壳 在内地 他叫链家 说是不是现在被搞这个反垄断调查了 那么如果调查呢 就是因为说 他对房地产公司说了 如果你在链家上有房源 在其他公司就不能有 这不是一种垄断吗 不过现在啊 贝壳找房说 没有这回事 我没有被调查 这是假消息 这个消息可是真的 而且对大家都非常重要啊 听好了 香港的明报 中期网都关注了 从即日起 最高法说银行卡被盗刷 你要向银行去索赔 以前银行总是推三阻四的 让有一些朋友呢 是有财产损失 今后记住 最高法都明确了 5月25日即刻 生效 再来关注香港的 经济日报 以及文汇报 华为 这鸿蒙系统 6月2号正式亮相 日经中文网在关注呢 2020年 这个净流入中国的资金 是7年来的最高点 我们再来看德国媒体 以及环球时报 这也是一个假消息 说这轰20的设计图公布了 在这个现代兵器杂志上 结果呢 好 这只不过是一些科普性的文章 根本不是真的 是假的 中新网 以及经济日报 在关注到什么 现在呢 严管 校外培训机构 大家可千万别以为 这只是说说 社会真罚的 再来看 信报 以及明报 悲惨的杀人马拉松赔偿 来了 95万人民币 那么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表示接受 但也有人说 这实在太低了 因为其中还含 50万的保险费 这个事情中央非常重视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 特斯拉说 已经在中国建立了数据中心 并要陆续的增加 但是呢 销售数据只存在中国境内 今天我在交点评论里 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为什么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这么急火火的 就去中东了呢 好 一起看 来看一下啊 今日俄罗斯 还有香港的一都关注到啊 布林肯这么急火火的去中东 显然啊 他是要来继续发挥 他在解决巴以问题上的一个影响力 因为呢 拜登还没有入主白宫的时候 就说 他要解决好巴以问题 但后来事实证明呢 巴以问题真的不是他的核心 他有一核问题啊 有美国内政问题等等 所以在解决巴以问题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埃及也是 而美国呢 是偏帮以色列 这怎么行呢 哎 美国一定要稳住巴勒斯坦 所以这次布林肯去不是又给钱 然后还说呢 这个今后我们怎么怎么样 要恢复一些联系 所以现在稳住巴勒斯坦 让巴以局势呢 降温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心愿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他眼下呢 巴以问题真的不是重点 中东问题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哪呢 他的外交重心是大国博弈 是俄罗斯和中国 而且呢 哎 美国要通过一些办法 拉着欧洲的盟友 一起来打压这两个国家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第一 他要显得巴以问题呢 美国还是有主导权的 而不是中国 也不是联合国 这是核心的 他想实践的一个目标 另外一个目标呢 就是啊 哎 他一定是要把巴以稳住之后 尤其是巴勒斯坦 因为这次呢 他偏帮以色列 包括他们自己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 都觉得拜登你做的实在太过了 让巴勒斯坦怎么能接受呢 美国他主张的还是两国方案 所以稳住巴勒斯坦 才能够实现他外交中的 这个大国博弈的核心方向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吴学兰 明天我继续为您有报天天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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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